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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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午的三点到三点半的时间 有老师们自己拟定一个跟文化素养有关的 不是不只是什么阅读经典啊 什么阅读诗啊这些 而是它是一个增强孩子们的文化素养 或是文学素养的一个课程 那用一种类似像说故事一样的方式啊 很轻松的很愉快的 跟大朋友跟小朋友们 就有些家长自己表示说 他听的觉得收获很多 我听的很开心啊 那我们就一起来进行了这样的课程 那到今天呢 其实已经进行快要满三个礼拜了 下一个礼拜呢 礼拜一到礼拜六的课程结束之后 就画下一个据点了 不知道是不是有我们的听众朋友 可能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或者是您还没有看过 或者没有听过的话 真的非常非常的欢迎 大家可以来听听看啊 我们有针对从国小一直到国中 不同年龄层的课程 但是根据很多有听课的孩子们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都是用一种很深入浅出的方式 在上课的 所以大家听起来都觉得 不管是什么年龄层 好像也都能够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收获 所以很多的家长也表示说 哇 他们等了好久 终于有机会可以上到像这样子的课程 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啊 那在整个录制的过程之中呢 就是我们都还蛮困难的 因为很多都是很陌生的东西啊 那还有包括后制啊 剪接啊等等 虽然每一次看起来 好像只是录了一个30分钟的课程 但是有可能整个花下去的时间 可能超过五六个小时都不止 但是做这件事情 带给我们最大的收获 或是快乐是什么呢 就是我觉得自己能够分享 像这样子的一些说故事的课程 能够帮一些父母亲 也许在这一天里面 可以让孩子找到一件事情做 是不用一直沉迷于手游或者是电玩 他能够看一个好看的 或者听一个好看的故事 能够学到一些有用的知识 那想到自己做的这些事情 虽然辛苦 可是也许对这个社会 还有对这个疫情蔓延期间的大家 能够给大家带来一段 还蛮愉快的时光 就觉得自己好像是有用处的 那这件事情也让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开心 那我们的期待就是希望 真的希望过了这段时间之后 那当疫苗的注射差不多 普及率慢慢上来以后呢 到九月以后真的能够顺利的开学 到了这个时候呢 家长们才发现说 孩子能够到学校去上课 原来是一件这么幸福的日常 以前可能不觉得 现在终于有这种感觉了 那在这段时间我买的最多的东西呢 往家里面送的就是叫做农产品 各式各样的农产品 特别是水果 就买了挺多的 那有的时候我买的水果呢 虽然钱花的不少 但是水果的品质不见得很好 那我们家那个印尼妹妹阿尼 有时候会取笑我说 这个东西买的这么贵 我只要你二分之一不到的价钱 我在菜市场里面买的 比这个还好吃这样子 我说对对对你很厉害 但是为什么还是要持续做这样的事呢 其实这个背后当然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农民朋友们 感觉到被支持 那在这个时候 我觉得农作物还是照样在生长 水果在树上还是照样成熟 但是因为整个物流 或者是因为比方说菜市场 或者是各种那个通道 可能都跟以前相比都差很多 不像以前那么顺畅 那我觉得在这段时间里面 所有的人的压力都很大 所以如果我们不是有非常迫切的需求 而能够给别人一些帮助的话呢 那我觉得是最好的一件事情啊 就像我最近在我的一个朋友的脸书上 上面看到一个我觉得很感人的故事 那我这个朋友 他自己也是一个做生意的人 他很年轻就出来做生意 他是一个非常厉害的人 所以他的生意做得也很好 那现在等于已经处于这种 类似半退休的状态啊 那他是一个很有狭义之心的人 所以他这哪里有什么问题 他就是第一时间那种 闻生就苦的那种感觉 是一个非常有狭义心肠的人 所以我都觉得可以认识 他是一个很令人振奋的事 那他最近呢 就是在脸书上面 转转的看到在南投的山上 有一些泰亚族的年轻朋友 他们呢 回到了泰亚族的部落里面之后呢 就开始帮助 族里面的这些老人家们 或者是比较不知道要怎么样行销 自己的一些农民朋友们 帮他们卖茶叶啦 帮他们卖香菇啦什么的 但是因为疫情的影响 所以真的就是面临很大的问题 他们的香菇啊 茶叶呀都滞销了 但是这可能对这些 原住民朋友来说 是一个立即性的生存危机 那于是他们就在 脸书上面广告赞助的方式 就跟大家讲这件事 希望能够获得大家的支持 那我的这个狭义朋友呢 他就买了一些茶叶跟香菇 他说令他很感动的事情是 当这些农产品寄来的时候 他竟然在箱子里面 看到了一张手写信 那他就把这个手写信呢 就拍照传上了FB 那我征求他的同意呢 就是我们来念一下这个手写信 他是这样写的 他说谢谢你的支持 开箱愉快 其实我知道你购买部落的香菇茶叶 不一定是真的需要 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 还好你的善良换来的 不是无谓的奖状 而是我们用心栽种的作物 比鲁阿公 冬末春初收成的木头香菇 他一朵一朵的挑出最大最肥的 炉火烤贝到最干燥 香菇袋子上面的结 扭了又扭 绑了又绑 放在身边的木地 还不是为了他几个孙子 也许开学的学费不高 但是下山求学的花费 总是让阿公每次都费尽苦心 马少叔叔的茶 在年初做坏了一批 也许是担心 初嫁入宜兰的大女儿 两地奔走 让身心疲累 又或许是他从两病开始的白发 他老了 其实我不应该去听那么多的事 没有客人的疫情期间 也许最惨的是我 但是知道了 我就不能当做不知道 谢谢你的帮助 让我们又充满希望 这个是叫做 陆明山谷团队 里面的两位 应该是一对夫妻吧 所以他们所写的敬上 那我看到这封信 一开头我就被打动 他说 你购买部落的香菇茶叶 不一定是真的需要 是因为你知道我们需要 是的 能够从别人的需要上面 看到自己的价值 这件事情真的是非常的美好 所以在这个整个抗议的过程中 我常常觉得被感动 都是被这些 可能无名英雄吧 不管是在部落里面 帮忙部落中的老人们 做一些促销的 行销工作的年轻朋友 或者是像我的这位狭义朋友一样 他就是默默的去不断的做出一些 他可以做出的付出 还有支持 这都是非常令人感动的片刻 好 那么今天是礼拜五嘛 明天上午呢 终于轮到我要去打AZ了 那我真正就是感觉自己一点都不想打AZ 我很诚实的说 我一点都不想 因为他的致死率真的蛮高的 而且不舒服的情况反应也是非常的强烈 但是如果你不打 其实到目前为止看起来就是 你想要等莫德纳 那根本就是遥遥无奇 更何况还有很多老人家 他们已经打过了莫德纳 还在等第二剂呢 还有一些比我更年轻 身体状况可能还比不上我的朋友 也在等第一次去打莫德纳 那包括我们家的一名妹妹也在等 那如果这样子一直无穷无尽的等下去 好像也没有什么意义 所以只能够真的就是硬着头皮去打 但是当我决定要去打这个AZ疫苗的时候 我就不其然的想到我曾经读过的一篇文章 就是《纵求论》欧阳修所写的 它里面有一句话叫做上下交香贼 在上位者跟在下面的人 彼此互相的在猜测对方的心意 并且在做着一些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是在帮助彼此 但其实呢却不怀好意的事 那我就想到我身边的一些朋友 就说去打AZ啊 因为有可能下一季可以混打 但是到底能不能混打 其实不知道 我们是在下面的人去揣测上面的人 那在上面的人呢就告诉你说 你今天如果不打AZ的话 那很抱歉 下个月开始你打高端吧 高端不见得不好 其实高端可能很好 但是高端的整个过程 就是一个不透明 不公开 而且无法令人信赖的过程 那所以当然让大家会对于高端 有一些疑虑咯 那于是呢在上位者呢 就告诉下面的人 老百姓说你打不打 随便你啊 你可以不要打啊 但我猜测你肯定会去打 就叫做在上面的人呢 就是以上者 在上者的就是贼下之心 所以就叫做上下交相贼 其实想起来还蛮悲哀的 不过不管怎么样 反正就是事与至此 我们也没有什么好选择的 那就也就只好如此了 那希望呢 所有打AZ的疫苗的朋友们 就包括我自己 都不要有太强烈的反应 都能够平平安安的 好 接下来我们来听这首歌 这是吴克群和莫安琪 所演唱的 《人生超幽默》 《人生超幽默》 却蚕食精吞着后颅 I'm dreaming always Always until I'm awake Always 人生有时候显得很吊诡 去把比你想的幽默点 一家一常常不大于一 AC square也不等于一 你在人生找不到的遥控器 你所怕的忘了却握在他身心 人生他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 你爱的不是你的 不要你的 不管你的 我无所谓 我无所谓 成凡在世界里 云生百味 人生他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 超幽默的 好 今天呢 也来跟大家分享一个 还蛮可爱 蛮幽默的故事 这是一系列的故事啊 那我们要来谈到的是 一套绘本 这是由上仪文化所出版的 叫做小黄兔和绿薄荷的森林事件簿 这一套总共有四本 有十五个故事 每一篇故事呢 都有很特别的 都带给我们很特别的体会 那主要也是想要能够提供孩子们的思辨能力 还有他们的表达力 那我们邀请到的呢 是上仪文化的编辑黄惠文 哈喽 惠文你好 老师好 各位听众大家好 我是惠文 是 惠文今天要来跟我们分享这一套书啊 那可能这个作者 对很多朋友来说也许不是很熟悉 他是一个法国人叫做戴尔菲布纳 可以稍微介绍一下这位作家吗 这位作家就是他算是个法国儿童文学作家 那他在2007年的时候 曾经以小黄兔和绿薄荷系列的第一集 就是获得了法国女巫奖 那法国女巫奖在法国是很重要的一个儿童文学奖项 然后他是由法国那边的图书协会 跟就是一些学校老师票选 每年都会选出适合 小孩子看的一些读物 那小黄兔和绿薄荷就是可以荣获当年的奖项 真的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对啊 而且我觉得女巫奖听起来就很酷哦 我也很想得女巫奖 好 那我们先来简单的介绍一下 小黄兔就是一只黄色的兔子啊 那绿薄荷呢 他不是植物 他其实是一只青蛙 但是在这个故事里面一开始 小黄兔跟绿薄荷他们两个人的形象的塑造呢 就是小黄兔是一个很天真 然后充满了好奇心 但是很心软 又很容易掉眼泪 有一点点romantic的个性 那至于这个绿薄荷呢 他明明是一只青蛙 可是他在这个故事书里面 他的造型是比小黄兔还要大 差不多一倍以上 然后他是一个比较有主见 然后也是我们读到后来 他有点小控制欲 然后他是一个对小黄兔 无条件付出 然后非常爱小黄兔的一个角色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组合 在这个森林里面 还有一群其他的动物 就产生了很多很多很特别的故事 我们先从第一本开始说起 第一本书叫做 我们是好朋友吗 我觉得对很多的孩子来讲 这好朋友这件事情的定义 真的非常的重要 他们可能也会去问大人说 那到底谁谁谁 他是不是我的好朋友 什么样才能叫做好朋友 那我们请惠文来跟我们介绍一下 在这一本我们是好朋友吗 里面呢 他总共有哪几个故事呢 在第一集里面呢 总共收录了四个故事 那分别是画一张黑夜 绿薄荷写诗 小黄兔的怪帽子 以及我们是好朋友吗 就这四篇故事 对 好那我要先问一下惠文 在这四篇故事里面 如果让你选出一篇来推荐的话 你会最喜欢哪一篇 哪一个故事 我自己读起来最有感觉 像在跳坦歌 那小黄兔就觉得 哇这句话实在是太美了 绿薄荷就像是个诗人啊 然后呢绿薄荷就受到了鼓舞 然后小黄兔就问他说 你要不要多写一点诗啊 今天晚上就读给我们森林里 所有的朋友听 然后小黄兔就说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可以帮你办一个诗歌晚会 那受到鼓励的绿薄荷呢 就很思考说 那我要写些什么 要写些什么诗吗 然后他就开始想 那我要选一个很棒的题目 那他就写下柔软的轻开 可是他想着想着 又看到了别的东西 于是他又写下了 深蓝色的甲虫 然后他这时又看到一只蝴蝶 所以他又写下了 黄色的蝴蝶 然后他就把所有 他看到他觉得很美丽 很惊奇的事物 全部写下来 就是一口气写了 57首诗的题目 但是很 让他很担忧的是 就是他只写了题目 可是完全没有 就是没有内容 只有题目 然后时间也渐渐的晚了 也准备要到发表的时间了 但他手边只有好多好多题目 那这该怎么办呢 于是他还是硬我皮的上场 那他的听众就是小黄兔一个人 那小黄兔发现 哇原来他只做了题目 没有内容 他一开始真的好失望 但绿布和跟他说 我写不出来原因 是因为森林里有太多东西了 既然就是我不知道 从哪里开始写 不如我就直接带你去看 那些美丽的事物 所以他们最后就是 离开了那个发表会场 然后就在月光下散步 去寻找绿布和在白天的时候 看到那些美丽的东西 对 然后最后那个 小黄兔就很兴奋地说 绿布和你是一个了不起的艺术家 所以他们还是完成他的诗歌的会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画一张黑夜 他只讲说那个小黄兔胆子很小 然后有一天晚上睡觉的时候 听到奇怪的声音 他就睡不着了 然后就缩在被子里面 第二天绿布和来找他的时候 他就告诉绿布和说 我觉得晚上真的非常的可怕 我好害怕 那绿布和呢 为了要鼓励 所以就跟他说 没有什么好怕的 小黄兔 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你放松 不然我们两个人来画画 然后他们就互相画了一张画 送给彼此 那绿布和画的是什么呢 他画的是一张 全部都是漆黑的东西 那小黄兔就说 这是什么东西啊 他说这就是黑夜啊 你看我画的这个黑夜 很可怕吗 然后小黄兔说 不可怕呀 我一点都不怕它呀 他说 那既然这样的话 你就把这个黑夜带回家 他就把这个黑夜带回家 挂在墙上 整个晚上都看那一幅漆黑的图画 然后他知道 是他最好的朋友绿布和送给他的 这幅图画一点都不可怕 那么黑夜呢 也就一点都不可怕了 所以我觉得我们是好朋友吗 这个里面有深意哦 跟着你跟着我 开始探险 跟着你跟着我 跟着我们开始探险 1234567 1234567 第一轮的旅程 阳光晒进你和我的梦境 分散像来床的睡 一个转身 一不注意 这个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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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再多睡一会 不甘愿的反省 自由落体 在床下清醒 离开床边 我和你上街去 迈开步伐 大步的前往 好心情闪闪发亮 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前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 美食大口品尝它 不怕身材走羊老 不怕身材走羊老 一起来 第一的旅程 一起出发吧 天晴朗 一起走走吧 空气清爽 一起去探前 一起去个地方寻找 美食大口品尝它 不怕身材走羊老 一起来 第一的旅程 准备放心飞 准备放心飞 我们先听到这首歌 是由郭静和曾静梅 所以 曾静文 对不起 所以演唱的 一起出发吧 你所搭乘的是 第二个小时的 幸福号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 这一套书 是由上一文化所出版的 小黄兔和绿薄荷的森林事件簿 它是两个好朋友 一个是黄色的小兔子 另外一个呢 就是绿色的青蛙 废话 青蛙不是绿色的吗 反正是一只大青蛙 跟一个小兔子 它们之间的故事 它们两个是很好的朋友 这整套呢 有四本 总共有十五篇故事 那刚才呢 我们分享到的那一篇 我自己很喜欢的 在我们是好朋友吗 这本书里面的 就是画一张黑夜 它是在第一个故事 那我觉得这个画一张黑夜 它是真正的显现出了 好朋友对于你的价值 比如说有时候 有些事情 你会觉得好困难 我可能没办法做 或者你会觉得很恐惧 我一定没有办法接受 但是当你有朋友 陪伴的时候 当你的朋友 用不同的角度 来看待这件事情 并且告诉你说 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那你就会觉得 好像得到了一个 很特别的护身符一样 你就挂在心上 你就会觉得 我的朋友已经告诉过我了 其实没有什么好怕的 其实一切都是会过去的 好像也就真的 就慢慢的 就消失了那种恐惧感 而能够回到一个日常的生活 那这个作者是一个法国人 他叫做戴尔菲布娜 他形容自己小时候 就很爱编故事 长大以后呢 决定要继续为孩子 写好笑的故事 让自己可以跟孩子 一起哈哈大笑 那他的写作秘诀呢 是一直保持着好奇心 敞开心胸 接受生活中未知的事物 那今天来和我们一块分享的是 上仪文化的编辑 黄惠文 那惠文刚才我们讲到了 第一本书 我们是好朋友吗 那接下来我们来聊一聊 第二本书 第二本书呢 叫做小黄兔和罗宾汉的兔子罗宾汉 在这一本书里面呢 其实同样的 它也有好几个故事啊 那也是有四个故事 你会最喜欢 最想要分享的是哪一个故事呢 就是第四篇森林不见的 这故事其实蛮有趣的 有一天呢 绿布河看的地图 然后很惊讶地发现 地图上竟然找不到 他们住的那片森林 那所以呢 他就跟小黄兔一起在那边研究说 到底是画在哪里啊 然后但是他们怎么找都找不到 然后这时候呢 刚好他们的好朋友 就是野猪呢 来拜访他们 然后野猪就看他们两个 好像很苦恼啊 就问他们说 你们在干什么 他就说 我们在这个地图里面 要找到文出来 或是文出来我们要住的地方 那野猪呢 就说 哇好像很好玩 那我来试试看好了 于是他就趴着在地图上面呢 不断地秀 想说嗯 看哪个地方是 我们住的这个森林 结果呢 野猪秀着秀着呢 就不小心 把地图的一块给吃掉了 嗯 然后这时候 小黄兔跟瑞伯和就好惊讶 想说哇 你把地图弄破了 这下怎么办呢 那他们想说 那就看不出来 那个弄破地方 原本是画的是什么 那野猪就说好吧 我想想看 有没有什么补救的办法 他就拿着地图在旁边 照来照去 然后他就很惊讶地发现 咦 从这个破洞 看出去的世界 就是看到 瑞伯和的家啊 那不就是我们住着的地方吗 那 是不是就是我们已经找 在这个地图上找到了 我们住的这片森林了呢 后来呢 瑞伯和跟小黄兔就临机一动 想着嗯 既然是这样子的话 那我们应该把这个地图补起来 然后呢 画一个全新的国家 然后这个美丽的国家呢 他们就要把取名做森林 就是他们住的地方 嗯 然后对我来说 我觉得这是一篇 就是很有趣的小故事 因为他把 好像做了 做了一件糟糕的事情 可是却是 用别的 换一个角度想 然后让他 变成另外一个惊喜 对 对 对没错 就是本来地图上出现了一个洞 可是透过那个洞 竟然可以看到 绿薄荷的家 这个也蛮有趣的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觉得完整 或者完美的 才是最好的 可是其实也许我们要教孩子 有时候不完美 不完整 也许你可以看到不一样的东西 那我要分享的是第三个朋友 我们都知道 小黄兔跟绿薄荷 他们两个是非常要好的 两个朋友 那么他们到底会不会需要 第三个朋友呢 这我觉得不只是出现在 好朋友之间 也会出现在很多 很亲密的伴侣之间 那这故事一开始就是说 在冬天的时候 天气很冷嘛 但是呢 他们就生着 壁炉里的火 然后小黄兔呢 跟这个绿薄荷 他们就窝在壁炉旁边 看火焰 很舒服 可是突然小黄兔 就对绿薄荷说 我突然好像一样重入 然后绿薄荷就觉得很奇怪 那你想要什么宠物 要宠物做什么 当然是来陪我啊 那绿薄荷就说 可是小黄兔 我一直都在陪你啊 我们一个星期七天 一天二十四个小时 我们都是待在一起的耶 小黄兔说 嗯 说的也是 那我就不懂 你为什么还要宠物啊 可是要是有一天 你离开我 去别的地方 几个星期 甚至更久的话 那我要怎么办呢 你为什么说 我会离开你啊 我也不知道 想象一下 如果真的发生呢 那那个绿薄荷就说 你放心 不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的 小黄兔说 要是什么事情都没有 那不是就永远都一样 那会很无聊耶 没想到这件事情 这句话呢 就让绿薄荷很生气 他说 什么 你是说你觉得你跟我在一起 无聊吗 小黄兔说 不是啦 我不是这个意思 难道你不希望 偶尔有一些特别的事吗 要不然我们就来邀请 很久没有来我们家的老朋友 做客吧 比方说老刺猬呀 他们决定要邀请老刺猬 可是想想 老刺猬很多次耶 这样会很难受 所以说不要不要 找别人好了 找野猪好了 可是野猪太大只了耶 那找寻鹿呢 可是寻鹿太危险了 那找蚯蚓呢 蚯蚓黏黏的 然后绿薄荷说 我比较喜欢喜鹊 然后小黄兔就说 什么 我不喜欢喜鹊 他最要说我们的坏话了 我不喜欢跟喜鹊在一起 他讨人厌脾气又很坏 然后绿薄荷就说 你不要这样子说嘛 我先打电话给他 小黄兔说 我警告你 你如果找喜鹊来的话 那我就走啊 就绿薄荷竟然说 好啊你走啊 好不容易才有一个客人耶 就打电话给喜鹊 结果呢 打一打以后 发现外面在下雪 哎 喜鹊不来 这样的天气 没有人愿意来的 转头一看 小黄兔呢 哎呀 应该不会回家了吧 于是呢 绿薄荷就打电话给小黄兔 我是绿薄荷 下雪了 对啊 外面现在好美哦 哎 喜鹊说他不来了耶 那你要不要到我们家来住住啊 嗯 好啊 待会儿见哦 哎 这就是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就是这两个人真的是打不散的好朋友 但他们也想说 嗯 是不是要再找第三个朋友来 但是最后还是发现 还是老朋友 是最好的 因为他们两个人的相处 而且完全没有任何的隔阂 或者是借地 哪怕是刚才小黄兔 有点生气的走 但是只要绿薄荷打电话给他 大风大雪 他还是愿意继续来 跟绿薄荷一起窝在壁炉旁边 好 所以关于就是 什么是好朋友啦 这一类的事情 我觉得这套书 真的有给了我们很多 潜移默化的一些启发 好 那这是第二本书 讲到这个事情 我想要问一下慧文 听说你们最近也要办一个公益活动 是跟这套是有关的是吗 对 就是我们八月份的时候呢 就是有一个活动叫做 晨光时间日读经典 那这个活动是我们会邀请一些 学校推广阅读的老师呢 就是帮故事妈妈或志工妈妈 就是做一个免费的线上演习 那总共会办三场 那其中一场就是用 小黄兔和绿薄荷 作为主题这样子 那相关的资讯跟活动报名的方式的话 就是要上我们 就是信仪小太阳的官方粉丝团查询这样 OK 你说是信仪小太阳是不是 对 信仪太阳的官方粉丝团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公益课程 好的 我们一起来听听这首歌 就是929所演唱的 一起晒太阳 跟好朋友一起晒太阳 嗯 这真的是人间最棒的享受咯 风吹过地平线 鱼儿又上了海面 泡泡里美丽的世界 轻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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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的海洋 折射出生命的光 一起在找寻着希望 而我听见你的呼唤 想要和你说声晚安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I want to see you smile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春天的雨滴落下来 和离青蛙谈天爱 祝福的朋友来歌唱 徒子和乌龟 徒子和乌龟在散步 没有树影一起跳舞 跳舞 阳光带走了青春的舞 而我听见你的呼唤 想要和你说声早安 我希望你善良 我希望你善良 你所搭乘的是第二个小时 对幸福哈列车 我是列车长张曼娟 我们今天邀请的是 上语文化的编辑黄慧文 来我们一起分享一套绘本 那这是上语文化所出版的 小黄兔和绿薄荷的森林事件簿 那里面的两个主角 一个是多愁善感 很善良又很爱哭 胆子又有一点小的小黄兔 那它是一只小兔子 另外呢 就是叫做绿薄荷的一只大青蛙 它的体型呢 整整有小黄兔的两倍那么大 它看起来很可靠 很乐观 但是有一点点控制欲 或者强迫症的感觉 可是它却给小黄兔 很多很多的包容 爱还有安全感 那我们刚才讲过的 在两本书里面呢 我跟惠文都有各自跳出 我们觉得很可爱的故事 那接下来到了第三本 第三本叫做绿薄荷的陷阱 那在这本书里面 惠文你想要挑到哪一个 你自己特别喜欢的故事 跟大家分享呢 我想挑的是第一篇真有启示 刚刚第二集的时候 就是小黄兔 有一篇就是想说 嗯它想要就是养只宠物 那它在这篇故事里面呢 它就突然想要认识 住在别的森林里面的动物 对 然后于是它就想说 嗯 有没有人什么 有没有什么人 可以跟我做朋友 但我一直没有机会认识他们 好想认识他们 那这时候呢 绿薄荷就 灵地动想要个点子 就说 那我们来写信好了 就写信呢 给远方的动物 然后就可以交到新朋友 然后于是呢 然后就说 哇 绿薄荷真的太聪明了 那他们就决定 要一起写信 然后看看会认识 什么样的笔友 这样 那他们把信寄出去之后呢 就一直期待 那好不容易呢 收到了回信之后 小黄兔跟瑞布河却大吃一惊 因为他们的笔友呢 寄来了一张照片 是一只丑丑的烈熙 烈熙就是那种大型的爬虫类 对不对 对 然后长得可能不是很好看 然后可能颜色也脏脏的 那虽然烈熙的信 看起来非常的亲切 也很期待成为他们的笔友 然后还希望有一天 可以真的去森林拜访 小黄兔跟瑞布河 但是因为他实在是 长得太可怕了 瑞布河就说 小黄兔 他一定会剥掉我们的皮 然后把我们煮来吃 我们要赶快逃跑 要赶快逮脱他 于是呢 他们就开始想要 怎么样回信 就是才可以不用跟 就是这个看起来 这么可怕的笔友见面 那瑞布河就开始说 那我们干脆写一东西 跟烈熙说 我瑞布河跟我的好朋友 小黄兔 已经感染了致命的传染病 可怕的流感病毒 长了水泡 然后病得很重很重 就快要死了 所以可能再也没办法 跟你通信了 然后没想到小黄兔 一边抄着瑞布河的文字 就一边觉得好难过 好难过 他就跟瑞布河说 我实在是觉得太伤心了 瑞布河说 可是这是乱说的 然后小黄兔说 可是还不是一样 如果像我这样 像我这样 这么多愁善感的人 如果我收到我的笔 有写信跟我说 他快要死了 我一定会非常难过的 而且一次就失去了 两个朋友 那小黄兔讲了讲就哭了 瑞布河看了他哭了 他也跟着哭了 他就说 那这样不如这样好了 我们还是把烈西的信读完 再看看要怎么回复他好了 没想到烈西的信 后面还写着说 你们知道吗 我长得并不讨人喜欢 大部分的动物都排挤我 要是有一只兔子和青蛙 愿意和我做朋友 我会非常非常高兴 我相信你们不会 以外表来判定一个人 那小黄兔跟瑞布河没有想过 烈西原来是这样想的 于是他们想说 哇 我们是不是错了 我们应该要跟烈西当好朋友 你看他都没有什么朋友 如果我们再这样骗他的话 他是不是就会更加难过 他都对我们这么 他都这么相信我们 相信我们一定会把他当成朋友 所以他们两个就决定 要重新写一封回信 然后就决定要邀请他来家里玩 然后他们就说了 心爱的烈西 我们说到你的信 其实我们森林里面 有长得很丑的动物 像是野猪 然后他们还小小过号说 千万不要把这些 自己告诉他 我们都是朋友 真的真的 但是我希望把这些话跟你说 让你会觉得感到安慰 因为看过你的照片之后 我觉得你只要稍稍梳理一下身上的鳞片 一定就会成为万人物 然后他们还跟他说 希望有机会 可以让你来森林里面做客 那我们也很希望 可以赶快收到你的回信 你的两个朋友 小黄兔和瑞布和靖上 那他们很高兴地把信寄出去 然后就觉得 这样才是真正的朋友 对 没错 这本书里面的故事 真的很多都非常的好看 那慧文你觉得 像他在这一篇故事里面 就是当笔友 然后真的找到了一个 出乎意料之外的笔友 然后也很不想认识这个人 然后后来又决定 不要以貌取人 其实是想要告诉小朋友什么事呢 我觉得其实 其实我觉得看到 小黄兔和瑞布和的反应 真的就是跟小朋友 一开始认识新朋友一样 就是当如果你看到 眼前可能有一个 脏脏的 或是看起来好像不是那么可爱的 陌生的新的同学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 我不想跟他一起玩 或是就是我也不想靠近他 但其实很多时候 就是你必须跟这个人有接触 或是可能有一些聊过天啊 或是很认真的去了解对方 就会发现 其实并不是你单纯 第一印象看到的那样 对 那我觉得我很欣赏的是 就是小黄兔 虽然就是蛮多仇善感的 可是他有时候会发现说 就是他会看到 会关心到一些平常看不到的地方 就是他会想到说 如果我这样骗他的话 其实他也会很 对方也会很难过 虽然我可能觉得 那是一个善意的谎言 也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实际上究竟对对方来说 会不会产生不好的影响 其实是我们不知道的 嗯 没错 那在这个故事的后面紧接着 叫做森林里的金字塔 我自己也蛮喜欢的 就是当他们终于跟猎戏约好了以后 猎戏要来拜访他们 自从很远的地方来拜访他们 那小黄兔跟绿波壳就开始想说 哇 现在有朋友从远方而来 我们是不是应该给他 什么special的感觉 所以一定要去做一个 special的东西 最后他们就决定要做一个 那种世界极大奇景的金字塔 他们决定要在他们的森林里面 造一个金字塔 来接待他们从远方而来的朋友 但是当然我们想也知道了 一个兔子跟一只青蛙 他们能够做出 多了不起伦伟的金字塔 所以当金字塔真的造好的时候 不要说是猎戏看了 可能会这是金字塔 他们两个都觉得非常的不满意 当猎戏终于来的时候 他们又发现另外一件事 哇 猎戏怎么这么小只 就跟他们原先想象 那个很可怕的大型动物的感觉 一点都不一样 但是猎戏虽然个子好小 可是力量很大 他首先就先称赞了金字塔 觉得好特别 然后在小黄兔跟绿薄荷 觉得很沮丧 说这个一点都不像金字塔 一点都不宏伟的时候 他又提出了另外一个建议 他的想法是说 其实这是很好的很惊人的 只是说因为我们比较大 所以就觉得看他就觉得他不够大 但是如果换成小的东西来看的话 于是他们就做了一面告示牌 上面写金字塔小小观光客限定 然后就可以开放参观了 那限定的是什么呢 就是越小的观光客越好 所以什么甲虫啦 或者是小小的蜥蜴啦 蝸牛啦 蚯蚓啦 全部都来看 当他们来的时候 抬起头来看到就这个 哇 这太令人敬佩了 怎么会有这么伟大的一个金字塔 于是这三个好朋友就共度了非常美好的一天 那这个烈熙就说 你们知道吗 我觉得没有比这个更棒的事情了 蕾伯河说 什么 你是说金字塔吗 烈熙说 不是啦 我是说像这样子度过美好的一天 和朋友在一起 真的是太棒了 好 而且他们三个人手牵着手 就一起走去找好吃的东西了 那这确实就像是作者所说的一样 它是一个幽默的 可爱的 有趣的 又是发人深省 很有启示的一套故事书 叫做小黄兔与绿薄荷的森林事件簿 今天很谢谢惠文 来我们介绍这套书 谢谢你惠文 谢谢老师 好的 我们现在要听到的是锦绣二重唱所演唱的 明天也要做伴 给达成两个小时的幸福号列车 祝大家健康平安 我们下礼拜见咯 那天你想要闪电结婚 请先帮我找一个好男人 别一个人去幸福不离人 那天你不小心就变成了你强人 别忘了是我劝你要认真 无认真 无论在吗 无论在忙都要陪我聊聊心声 我永远 我永远记得今晚 我们回望是梦想未来 感动了不完 明天心也要做伴 也要勇敢 不管是过天涯两端 只要事情已构成 远就不断 常常联络不准懒散 明天心也要做伴 也要自然 就像现在真正简单 交易 男商人 幸福 是 没有 夜